欢迎走进女友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钢琴家罗维 欢迎你 您好 罗维很年轻 是这个98年出生的 毕业于全球顶尖的音乐学府 科蒂斯音乐学院 但是你在17岁的时候 就已经签约了美国的环球音乐 作为这种职业的独奏钢琴家 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 您喜欢你自己的这个钢琴家的生活吗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 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也是痛并快乐着 快乐是什么 痛的又是什么 快乐是我非常喜欢舞台 我非常 尤其是喜欢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然后观众在下面欣赏 我能感受到观众与我之间的一种非常奇妙的共鸣和碰撞 这种 这种时刻我觉得它是超越生活一切琐碎的 我觉得它很神圣 这个感觉是我特别喜欢的 痛苦的话就是 其实钢琴家 独奏家是个非常孤独的职业 尤其是钢琴家 您可能注意到小提琴家他们在舞台上演奏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位钢琴伴奏 这个伴奏老师会跟着小提琴家一起巡演 但是钢琴家尤其是独奏家 除非演协奏曲啊 就是和乐团的合作 我们一般都是一个人练琴 然后一个人去出差 对 旅行 然后去rehearsal 然后演完之后 刚刚是面对一个2000人的大厅 然后就是演完就一个人回酒店 可能饭还没吃上 就是他这个生活中的落差 它其实是非常大的 也比较孤独 但是我说我觉得很快乐的这个舞台的这个moment 这个时刻可以抵消其他所有的 动力 动力 对 不开心的 对 那你的日常像这样的 我们说在舞台上或者是为了这个表演演出 花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然后你自己独处恋琴 这个非常辛苦的时间又是怎样的 跟我们描述一下你的日常 我的日常可以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在我出道之前 我出道之前是在17岁之前 对 17岁之前我在Curtis 然后在Curtis的时候 我当时有一个外号叫做恋琴魔王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学校是提供给我们这个健身房 就在学校旁边 因为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体能 因为您看演员场读作会它一个半小时 它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耐力 完了之后我是每天早上的日常是上学之前去健身房游泳 然后空腹游泳 游泳泳之后把自己收拾收拾 然后去学校吃饭 吃了饭之后就开始练琴去warm up 然后warm up之后就开始上课一天的这个课程学习 完了之后就开始独自的这个练琴到晚上可能11点 一天每天都是每天都是如此 那么出道之后的话 其实是要平衡的是旅差的时候 很多时候自己一个人在飞机上火车上 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我还有作业 我就会在飞机上写作业 或者在飞机场和同学沟通和老师沟通 那么之后这个graduate毕业之后呢 我就是自己会在写诗歌 写文章 这是我在钢琴以外的时候 或者是读谱子 看谱子 对 这一部分我觉得我也是在学习 我也是在努力的提升自己 但是我是尽量的有钢琴的地方 我就会上去练琴 对 尽量的保证每天五六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是有的 那以前肯定是更长时间的练习 对 因为他没有这个travel 没有旅途的时间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 要成为钢琴家的梦想 其实是八岁的时候 我就立志说我一定想要成为钢琴家 的原因是我觉得钢琴家很酷 这个职业 然后女钢琴家 我觉得更酷 在台上那种掌控权上 大家都来听我 对 我觉得这个so charming 对 那现实和这个梦想之间你觉得最大的同与不同是什么 当你真的成为了钢琴家的时候 我觉得在舞台上的时候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 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舞台的背后是什么样的 这个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 但就像你说的就是为了舞台上发光的那一刻 之后深厚的付出所有的艰辛都是值得的 对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尤其是我前阵子非常的有点辛苦 然后很辛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么辛苦是为什么 就除了是为观众为舞台这个moment 然后我想我要更回归到我自己的内心去做更多的一些 怎么讲自我关照 然后我就开始谈很多我没有谈过的音乐 然后我当时的一个自我关照的感觉是 我觉得心灵上面有一些好像蒙上一层灰的那些地方 就是没有经过踏足的地方 那个音乐它把它照亮了 所以我觉得归根到底 无论是我做多少拍摄或者是其他和音乐演出巡演相关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最让我着迷的永远是音乐那个不可言说的 它能把心灵照亮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给了我更多重新出发的内容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你能够从八岁开始有梦想 一步一步实现到今天的原因 是因为你对这种音乐的热爱 以及音乐是真的能够触动你的心灵 对 那说到这个科蒂斯音乐学院我们都知道 因为它是全球最顶尖的音乐学院 而且几乎现在当代的年轻的钢琴家 都是出于这个学府 像朗朗啊王宇佳啊 大家都非常熟悉 你也是他们的这个同门的师妹 那作为你来说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是他们师妹的这个身份的 你得到的是更多的压力动力或者是机遇 都有 因为说实话他们的音乐会我也经常会去后台 去祝贺他们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然后也是我非常好的榜样和动力 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我的教授 我们共同的老师Graphman先生 虽然我有两位教授在Curtis 但是Graphman先生和另外一位McDonald教授对我帮助很大 但是我觉得Graphman先生他非常的伟大 他每一位的学生 每一位的这个钢琴家大家刚才您提到的 大家看到的我们都有非常不同的个性 和非常不同的对于音乐和这个通过音乐 想要传递的东西的一个不同的理解 对你说像朗朗或者宇佳 我觉得他证明了就是我们中国人能够在世界舞台上 能够取得怎么样的一个耀眼的高度 对一个高度 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对然后我也向他们学习了很多 然后也让我更加的去思考我到底想成为一个如何和他们不一样的钢琴家 有自己的特色 对 那你会如何去阐释你自己的演奏风格 我觉得我和他们已经不是属于一代的钢琴家 因为我作为更年轻的一代我生长的环境是有无数电子产品 我小时候就是上网去看YouTube 我去小时候就听的唱片就少了 我会在网上去搜索这些YouTube或者好的一些recording和论文去学习作曲家 去了解这个乐谱 但是他们小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条例 所以我这一代我觉得是一个速度更快 然后文化更加多冲击更多元的那么一个时代 所以我也是在想我如何去冲立我作为当代的一个年轻的一个钢琴家 去冲立我与我自己这个时代的关系 我与我自己 我与我这个时代和我周边的周遭的一个关系 然后通过我的这些思考 我希望能够体现在我的音乐当中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因为有其实说实话有那么多艺术家 他们演的都非常的好 但是没有一个人经历我所经历的 就是我的一个遭遇 所以我希望我把我自己的遭遇体现在我的音乐表达当中 比如说就是在过去三年的这个pandemic 这个疫情期间 当时我觉得我在国内演出 我觉得观众需要一股强大的一个power 需要一个内在的一个strength 然后一个力量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俄罗斯曲目 俄罗斯曲目内在的这种张力和这种坚韧不拔 他们面对苦难 面对这个各种不顺的时候 逆境的时候 他们所展现的一种这种向死而生的精神 我觉得很打动我 我觉得符合当时的场景 所以我就弄了一个冰火之歌的巡演 是走了三十多个城市 然后有很多观众当时给我留言 说尽管上座绿是仅开放了一半的剧院 因为受控等各种原因 一半的剧场他们说感谢音乐 就是我的这些选的曲目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模亮色 我觉得这个是最令我感动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看到了我是用我的自己的一些 小小的一些我能够做的 然后为大家带来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撑 这是我最想做的 那么之后我就想再一轮巡演 我想做什么 后来我就在探索我自己的个人身份 因为我13岁就来费城念书 13岁 所以我生命中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国大陆 然后一半的时间是在美国 后来我就在想 大家是怎么看东方这个概念的 我当时在美国很多好朋友家一起聊天 有国际有人也有我们华人 但是当大家讨论到东方文化这个题材的时候 我看到大家眼里那种向往的光芒 我想我想做和东方这个有关的音乐主题巡演 所以今年的2023 2024今年和去年都是做的凌望东方 是选取的全国这个全球不同的作曲家 他们对于东方这个主题的创造和理解和再创造 所以这个巡演还在进行当中 今年还会有更多的露出在不同的城市 包括即将过几天在新年 中国农年的时候会在世贸中心 在纽约凌望东方 觉得很有意义 你看这个是你巡演的一个经历 其实从你很小的时候 你就开始参加各类的国际赛事 而且获得大奖 然后从这个17岁开始正式的这个职业生涯之后 那演出的机会就更多了 对于你来说 你觉得自己最难忘的时刻 或者说秀场和这个赛场 对你来说它是一种什么样不同的体验 你最难忘的表演是在秀场还是在赛场 是在秀场 真的 对对对 我觉得最难忘的体验有许多 但是我说个最近最深刻的就是 刚刚结束那个中国外交部 2024年在国内大剧院 就是和国际友人有那么一个 怎么讲音乐上的给他们呈现一个 当时谈的是保卫黄河 然后演完之后 因为我是偏后面上台 完了之后 当时下面的那个领导就走上来说 说感谢我们所有音乐家精彩演出 是为全球 真的是为全球的 有人在这个表演音乐 展现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通过音乐 我当时觉得非常的自豪 对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音乐家 非常难忘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因为他赋予了一个文化的身份 和一个文化的使命 他就是不仅仅是再次作为一个 警惠弹钢琴或者钢琴弹的好的人 我觉得能站在这种舞台上 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对就赋予了你新的一种使命 对更多的责任 在肩膀上就是以后要做出什么样的音乐 好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辉客室 罗伟刚刚你有跟我们介绍 其实从去年开始 你就在做全球的一个巡演 2023年我觉得对于你来说 还是一个收获非常丰富的一年 不但做了巡演 而且你发行的新专辑 受到了非常多的赞誉 而且获得了苹果音乐 全球前100的这个好成绩 在你看来这一本专辑 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在我看来有两个关键词 对于凝望这张专辑 一个是诗意 一个是文化 对因为我之前一直是想出一个和东方文化有关的这么一个艺术作品 然后我就想这个标题想一个非常诗意的不是临时也不是遥望 所以选择是凝望 然后这些曲目呢 像所有的title 像比如说月光 这个回忆港口 就是大家听起来可能就会有一幅画面在眼前展开 所以我说它是个诗意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作品 他们共同对东方主题的一个幻想 所以是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这张专辑 那去年其实你也获得了这个施坦威的全球艺术家的称号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称谓呢是不陌生的 但是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觉得这个称谓会给你带来一个怎样的挑战或者是机遇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因为施坦威艺术家其实怎么讲 就是我的老师Grafman 然后他的老师Horowitz 再往前Horowitz的好朋友拉赫玛尼诺夫 他们都是最早一代的施坦威艺术家 所以我在这个被评为施坦威艺术家之后 我就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么一个渊源也好 或者说一个更需要我努力的方向也好 因为前面都是大师 对所以他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也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让我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怎么讲 因为在国内很多的琴童 年轻的学音乐的孩子们 他们是非常向往施坦威钢琴 然后我可以有机会通过施坦威钢琴 与他们接触向他们去普及一些和古典音乐有关的一些知识 或者如何欣赏音乐会的内容 这也是除了我在国内做巡演之外和专辑之外 也做很多公益活动 音乐教育 给了我这些机会 能够从音乐教育上为这个音乐事业去做出不同的贡献 是的 那对于你自己来说 课余的时候你还会写诗写作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艺术和文学 它从很大一个程度上它是相通的 那在你看来 这个文学创作对你的这种音乐表达 音乐语言或者音乐的再创作上 它是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将抽象的那么一个音乐 然后把它具象化的一个过程 对我来说如果想象一个人 一个音乐家每天八个小时 他都是在非常抽象的那么一个 想表达一个情绪一个意境 但是我久了之后呢 我会可能产生一种脱离现实的感觉 就好像对我来说有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是我每天早上去健身 去吃东西 这种正常的日常和大家一样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个世界就是非常的 虚无缥缈非常的遥远 一个远方的一个音乐的世界 它是高于 它是比生活要纯粹的艺术的世界 但是在那个世界久了之后 我需要有一个东西 把我拽回现实 因为那个世界它比较动荡 比较不安 需要我去探索 甚至有些时候艺术世界是危险的 对于意识家来说 所以呢我觉得我需要诗歌 需要文字这些具体的力量 把我带回现实当中 所以一旦我发现我自己的状态有些飘忽 我就会开始写下来 或者去记录下来 让我知道我现在在哪 我要做什么 对 那就像这样的一种写作 可以看作是你对这种音乐情绪的 另一种表达 或者是一种延续吗 可以 对 它其实包含的是不止 只是音乐文字 因为我现在的创作之前是仅仅给这个作曲家 或者给我写的 给我演奏的曲目去创作文学作品 但是现在连我生活中的很多的事情 我也会写在文学 这个我的这个创作当中 对 所以它在一步一步的拓展 所以已经变成了你的一个习惯 我觉得是另一种表达方式 对 另外一个媒介 那在你看来 就是作为这种钢琴家 或者更年轻一代的这种钢琴家 你觉得现在这个全球的环境也好 或者说艺术界本身的环境也好 给你们带来了怎样的一个挑战呢 这个问题我仔细的想过 也问过我自己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获得娱乐 获得快乐的方式有太多种了 不像以前霍罗维茨 霍罗维茨在我们这卡内基 卡内基开音乐会 大家一大早这个排着队去买票 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只会出现在 比如说Taylor Swift 他们的巡演上 但是对于当代的人来说 他们获得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仅仅是通过高雅艺术古典音乐 这是很小众的一部分受众群 我不得不说 所以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钢琴家 有非常多艺术家 但是我会问我自己真的是需要这么多钢琴家吗 但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我来解答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所以我唯一能问自己的是 我如何变成一个不可被替代的艺术上的 或者是一个文化上的这么一个努力的方向 成为一个有很多好的作品 有很多好的音乐 然后成为一个和这个时代 当代当下产生直接关系的那么一个音乐家 一个艺术创作者 这是我的一个目标和一个一直努力的方向 希望你的音乐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声音 或者是说有这个时代的特色 这是你想做的 对 就是它能够解决这个时代的某一些困惑 或者是提出一些问题 这个是比如说像凌望是提出个人身份文化之间的 或者冰火之歌就是一种力量在特殊的期间 也许下一个会做和女性有关的 或者是我自身的一些人身的一些命题 我会把它投射在我的这个音乐创作当中 但是我们也知道 像这个艺术界或者是这种表演领域 它其实是很论资排辈的这么一个行业 不仅仅是钢琴 也包括其他的各种表演艺术 可能有一个灯塔在那边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在那边的话 对于新人来说 他的机会是相对来说是少的 那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对于新生代的钢琴家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因为老一辈的还依然在弹 他们的舞台依然在 但是现在整个大环境的变化 并没有使古典音乐舞台变得更多 那对于年轻一代的钢琴家来说 这个舞台从哪里来呢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的多媒体时代的好处 就是可以自己为自己创造舞台 就是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很多时候我觉得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就是可能可以通过 怎么样 其他的方式或者是媒介网络等等 各种的媒介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发声的平台 我觉得这个是老一辈艺术家 他们的时代不曾赋予他们的一个优点 或者这个对可以 它是任何好事或者是坏事 它都有两面性 这个东西它也可以扼杀一个古典音乐家 或者是一个古典一个行业 是大为巨大的冲击 这个高速的媒体时代 但是同时它也有那么大的这个益处 如果作为一个可以去发掘 或者自己产生机会的那么一个平台 对我觉得好好的利用好这些平台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年轻高典家 你想要传递什么 通过艺术通过你自己的创造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的传递足够有分量 或者足够特别足够与大家产生共鸣 或者能够感动到大家 我觉得一定会有你自己的闪耀的地方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这个timing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就是你付出的什么就叫karma 我觉得是非常真的 就是它的因果 它一定会在某个时刻显现出来 所以只管的去好好的去想你要创造什么 你想达到什么样的艺术上的高度 然后在它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你刚刚说到是这种自媒体新媒体 对这个传统行业的影响不止只是音乐了 其实它对各行各业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还有这种数字科技AI的变化 你像尤其是钢琴来说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施坦威 其实现在很多高端的钢琴 他们都会有这种自弹功能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会不会弹钢琴已经不重要了 你只要把这个程序一播放 我们就能够有音乐 我们就能够享受最顶级的音乐 那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数字科技 对这个古典音乐 对尤其是对你们钢琴业的影响 我觉得是好事 我昨天还在那个纽约单位后 看了一场我自己刚刚录制的 那个Spiritual Cast 非常神奇 我来跟您解释 就是我在上面演 演完之后它有录像 然后那个钢琴会自动回放 然后比如说 现在咱们有一台这个钢琴在面前 然后有个电视屏幕 就可以看到钢琴自动弹 然后我在上面演奏的画面 然后我昨天就真的在 坐在观众席 仔细的观看 审视 我自己在舞台上的演奏 就好像我不认识 罗维是谁一样 我仔细看了一场演出 我觉得还真的非常的身临其境 对 我觉得这是带来很多一个便捷的 那么一个因素 对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欣赏古典音乐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 有利于它的传播 但对于钢琴演奏者来说 它就是更大的挑战 就是你要创作出更多好的东西 而且会不会失去更多的演出机会 我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对 但是我是挺喜欢这种方式 我觉得它很有趣 那对于这种新一代的 或者是年轻人来说 因为你看你是生长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相对于80年代出生的这个钢琴家来说 因为你已经是90年代末出生了 将近是2000年这个时间点了 在你看来 你对于年轻一代的琴童 你有什么话想说 因为现在我觉得不管走不走专业的道路 现在几乎人人都在学钢琴 对于琴童有什么想说的 因为我觉得学钢琴不是一条非常容易的道路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否走专业的 就是像我这种专业训练 然后成为职业这种到处巡演的工作的钢琴家 对职业刚刚跟大家说 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辛苦的道路 但是我觉得从音乐当中获得的纯粹的快乐 这种快乐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抱以一种 太强的目的性去接触音乐 不要太有功利性 对 可能仅仅是从审美的一种美誉 去知道什么是好的音乐 什么是纯粹的艺术 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或者秦童的 终身的成长 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它可以在音乐之外的许多方面 影响一个人做决定 一个人去选择小到一个家具什么样 或者是大到一个为人生观的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生辈的教育